这个少女本是学校田径部的王牌 却在一次训练中伤到了右脚的跟腱 女孩也因此告别了体育的生涯 然而就在她最迷茫的时候 一杯咖啡 一个戏法 外加一句温暖的问候 让这个年仅17岁的女高中生 爱上了大她28岁的中年大叔 经过半年的休养 小菊的脚伤终于痊愈 虽然只要稍加训练就能重回赛场 但她并不打算这么做 因为一旦她付出 她就再也没时间与那个男人增进感情了 为了劝说小菊 她的好闺蜜小瑶还特地来到餐厅 表示前不久有个叫苍田的女人 曾也因为伤到跟健退役了两年半 却在这次付出时刷新了她个人的最佳记录 既然别人都能办到 本就出众的小菊更不用说了 所以她真的希望小菊能重回赛场 然而小菊听后却沉默不语 在爱情和梦想面前 她显然更倾向于前者 见小菊不回应自己 闺蜜说了会一直等她回来后就离开了 而两人的对话 被连后的静腾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在下班的时候 她建议小菊如果有了比打工更感兴趣的事情 完全可以分点时间出来 虽然店里的人手不够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比起这个 她觉得学校里的事情更为重要 心情不好的静腾来到面馆吃饭 也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了电视上的节目 里面正是她大学时期的好友 听了好友的讲话 静腾也想起了自己的梦想 曾经的她为了写小说 甚至闹得妻离子散 有了好友的提醒 她决定重新拾起梦想 第二天 店长的儿子永多来到餐厅 因为在跑步时摔了一跤 再加上她怎么跑都跑不快 所以她想请小菊教自己如何跑步 犹豫再三 小菊还是答应了 然而当她看到永多奔跑的样子时 自己仿佛看到了闺蜜的身影 晚上 静腾得知小菊教了永多跑步 她很是高兴 不过她很怕自己儿子 又是三分钟的热度 可小菊却说不用担心 因为这是永多和父亲之间的约定 说到这里静腾很是难为情 表示自己不久前 对自己许下了一个新的约定 那就是她打算重新开始写小说了 虽然并不满意自己写出的东西 但是她很享受其中的过程 说着静腾还向小菊问道 回家后 小菊翻出了自己的日记 脑海逐渐浮现出与闺蜜之间的场景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有个约定还没实现 这天静腾去总公司学习 但因为太过匆忙 不小心将文件落在了桌上 小菊见状拿起文件就追了出去 这天静腾去总公司 再次回到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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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し訳ない はい、なるほど そうしますと、はい、いいですね 失礼します 橘さん いつか いつか 僕らそれぞれが 約束を果たしたら 失礼します すぐに 必ず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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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알려 至此 炼如鱼指完结 虽然动画里并没有讲到两人走到一起 但炼如鱼指翻译过来其实还有着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爱在宇宙天晴时 所以它不代表宇廷了爱已消失 最后的最后 靳腾真的写完了一本小说 而他的名字正是 炼如鱼指